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以前那可是左派的代表人物 那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 也就这两年才选出来了 所以那我们也不用 我已经是七点十分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今天这个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先祷告一下 主要我们今天晚上这一点时间 还是求主的圣灵引领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再多有些收获 主要带领我们继续在 祝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时间 金钱以及所托付给我们的职份 我们手中的资源可以为主来使用 也让我们长存谦卑的心 可以被神你所拆派的人来更正 好让我们在今世无可指责 主啊我们虽然会犯错 但是主你遮盖我们 你也带领你的圣徒 在今天这个世代 真的是可以用圣经真理为根基 可以与这个世代各样思潮 各样的小学来征战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好 那我跟我们 你开拍了吗 那从下面这段再开始 好那我们今天是这个 这一期小课程的最后一课了 前面是 其实五课呢 把那些题目大概覆盖了一下 如果那个内容还不清楚呢 就是看证教关系 就成光学会的那个证教关系 有九个视频 其实我们前面准备的呢 也都是基于那个 但是每一次我都用一些 当时的例子 我现在考下你吗 Bonnie and Clyde记得吗 Bonnie and Clyde是谁 哎呀你看看 哎呀住在达拉斯的 一定要知道Bonnie and Clyde 是吧 他当时第一次就知道 我就再用这个举个例子 对在1930年代 那是在West Dallas 你现在去West Dallas 都还是相当的 就是贫困的一个地方 虽然现在不是最贫困 比South Dallas稍微好一点 但是你要在那里 可以看得见hood 你去跟你的青少年 或者读大学的孩子 你跟他讲hood 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那我们昨天不是请了一位 黑人牧师来讲到吗 他就说我就在hood长大 I grew up in the hood 所以这个当年 当年的1930年的这个hood 出了Bonnie and Clyde 我当时用这个例子 就是跟大家说 那美国的事情 都是起伏跌宕的 起伏跌宕的 我们我一再这样说 这个肯定是不讨这个 保守派的好 因为保守派都认为 你就是一颗线化就是了 这个世界败坏了 死得尽下沉 我就说有些东西 你可能觉得是在下沉 但是很多事情 比如说达拉斯的治安 他就没有 你就不能说 他是一直下沉的 他就有的时候好 有的时候坏 对吧 所以你这个都是可以去努力的 Plano是从90年代往下 跟现在跟90年代比 那Plano确实差了一些 但是你还可以跟60年代的达拉斯比 跟60年代达拉斯郊区 那现在就比那个时候强很多了 所以我想我们 为什么一开始 第一课讲政教关系的时候 就讲要读历史呢 这读历史这个好处 大家不用quote了 这个成语我也背不太来 对吧 但这一定要去看 还有就是 我再强调一个概念 那我为新来的这位同学 你觉得现在当今美国的这个信贩乱 是不是最严重 我本来是这么以为的 可是后来看了一下 最近看一个电影叫 The Jesus Revolution yes 对 太好了 这个 那个 对对 我还真是一直想 我 我本来想说这个再做个视频 就做这个 我 这个电影为什么拍的好呢 就是说 他一个他真的是找专业团队做的 有些基督徒的这个电影 那去年我逼着我们孩子 就看了一部那个反多胎的电影 看得我太多就觉得 哎呀 这想不睡觉都不行 就是你要是做的不好的东西 真是没办法 不是说你不你不认同他价值观 是你问问题 你不你这个看不下去啊 这个 GC Revolution 这故事绝对 绝对讲的好 就是他故事讲的好 你本来以为他朝着这个方向去了 我还有点担心呢 我说这个那个时代神学 神学不正确的地方 你怎么不讲了 啪他就给你一个急转弯 让你觉得哇有深度 说明他想一方面他不用他的 不是在做神学教育吗 他是要呈现那个时代 而且就这一个人物 那一群人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非常好看 就是两个小时 这个要叫什么无尿点 对吧 而且我是带我女儿去看的 我女儿去年就是被逼着去看那个时候 就回来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 然后那只他全程都不带眨眼的 就有意思 那这个呢就描述了那个时代 你有好多可以学的 那那个其实当时跟林恩啊 跟等等运动都很好 但那个时候有两点 我就说这个回到我们讲第一课 就是就立了这个基调 咱们要不知道可以不说 但是不能乱说 那你你你三情是最容易 那跟郭文贵那样三情最好了 对吧 那样三万情以后你就逮起来了 对吧 咱们有郭文贵的粉丝 就就就赶紧赶紧unsubscribe 没关系 我早就提到过一次 我是太不想再提了 那天我在我在DC见到另外一个牧师 也是对这个公共神学感兴趣 我说来你评价一下郭文贵 咱哪有那么多时间 你是闲的吧 你这样不愧 不过三情 三情是容易吸引粉丝 但是你时间一沉淀就不能这样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两点 第一点就是在60年代70年代 美国的性革命 哇那个程度 绝对是今天你就比不了的 今天你再怎么算什么变性 就是变性的你确实看起来很 哎呀真的是看不过去 那个最近TCL有个电视台 专门播小男孩怎么变性 他把它拍下来 那真的很恶心 这是魔鬼的工作 但是问题这样的人群是很少很少的 对吧 然后真的那种就是同性乱交的 目前这个在当今那个时代 有这个群体还有那么大 但是比起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年轻人乱性 那个那个群交 那个随便来 那比例都不在一 不跟根本没法比 很容易拿数据拿出来 第二个当60年代 美国在这个说 急速下降的时候 那个时候1966年 1966年出了一个时代周刊 对不对 Times Magazine 时代封面叫做God is dead 你们听说过吧 God is dead 但是1972年 时代周刊的封面 有一期就是Jesus Revolution 时代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看见 哇在加州居然 居然这些嬉皮士开始去教会了 而且是成了一股浪潮 所以不要对美国放弃 上帝都没有放弃的事 你怎么能放弃呢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上帝在 我在这方面 就是教会当代时 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当上帝在 把那些Mega Church Mega Church新起来了 但是现在要给他减肥的时候 看起来数量是下降 但他质量提高了 对吧 Redeemer Presbyterian的Worship 质量非常高 对吧 真的非常高 我们三一堂也质量也不错 这种愿意让敬拜上帝的 上帝传讲上帝话语越来越高 这个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一点就不太流行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看 哗一下人来了 对吧 一下教会增长100% 200% 然后威乐 Creek 一下子在20年 大概就从几十个人 涨到了几万人 那多来劲呢 现在谁去学威乐 Creek 柳西教会 你们没有 应该不会太听到 人家去效法柳西教会了 对吧 在芝加哥郊区的 但是你要在90年代 或者20年前 柳西教会 那太风靡了 别90年代 2017年我跟着 一群神学生 那时候作为神学生去 到芝加哥开会 那还专门组织一天下午 去参观柳西教会 16还是17年 反正就是也不过几年前吧 所以美国的事情 是很丰富 很复杂的 有些地方你看见它下降 它有些地方在上升 所以关注政教关系 一定要关注历史啊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谈了很多 圣经上来看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 那如果有人说文化使命不在圣经里呢 你说福音使命这个词也没有 都是大使命 那都是大使命 所以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就是因为耶稣的权柄 所以我们才谈这些事情 当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又要回顾历史 我们用了大概有一次100年前 在美国在中国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 这个我们还是再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灯是100多年前吧 和机要派 那这两个呢 在当年在100多年前 无论在美国还在中国 大概应该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是因为美国有这两个流派 或者说西方有这两个流派 所以影响到中国有这两个流派 燕京大学 著名的基督教大学 就是一群自由派的教会 到中国去建立了燕京大学 所以燕京大学不可避免 它就是自由派的 那这些机要派呢 机要派相对来说 受美国稍微少一点 但是他们的特色很明确 就是我就只传福音 我只读圣经 剩下的都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用了杨绍棠的儿子做理事 杨绍棠的可是当年称之为 中国教会的三巨人 在解放前那绝对是 就跟王明道 宋尚杰齐名的 因为也可以说跟尼托森 这几个 那到后来杨绍棠自己 反正他的故事也不太好 结局不太好 应该这样讲 像贾玉民这些结局不太好 所以他就没有被列为 现在回头看一般人 讲到中国教会三巨人 就是宋尚杰 王明道和尼托森 但当年杨绍棠和这个贾玉民 肯定可以跟刚才讲的几个人 齐名的 那他的儿子就是这样 他说你们这些机要派的人 你们这些机要派的人 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喜乐 这算怎么回事 这就是当年在一百多年前 这两个已经打过这一仗了 打过一仗之后呢 其实上帝使用了这个人 我今天还是要再想起来这个 你如果看见有人 非常强烈的诋毁比利格兰的时候 就葛培里我就不写了吧 葛培里吧 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在这个的时候呢 他第一他肯定 我几乎可以说99.9%没有 没有study过 为什么当时 比利格兰会成名 他的岳父 他的岳父是去中国的宣教士 而且是属于基要派这一边 属于坚持圣经这一边 今天他的教会是在达拉斯 那个SMA旁边的 Highland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 钟爱华 yes 他岳父所在的教会 他那个教会到现在 还有一个room 是China room 对 beautiful 真的 到现在他们都坚持 那坚持圣经是没有问题的 钟爱华 而且比利格兰当时还 就是还专门 他有个神学引擎的 那个是Ch Henry 那在当时就创立 创立当时的进入基督教 是非常保守的 然后ETS 就是那个 他当时是跟那个时代的 那个坚持圣经 无误的神学家们 保持密切联系 而且他的牧师 也是咱们达拉斯的 First Dallas First Baptist Dallas W.A. Criswell 所以你要是看他的几个 刚才讲的几个影响 你如果不知道 W.A. Criswell 你作为达拉斯的人 一定要去搜索一下 这些人在当时影响 但那帮助他 你看他真的 在不到时候传递的信息 是非常 那真是基于圣经 清晰明了的福音信息 他晚年可能说了一些 让人混淆的话 这确实有 他晚年 以及他在成名之后 跟这些总统走得太近了 这是有 哪有人没有错的 但是当初就是上帝使用这批人 让基要派 可以成功的转型 就有了今天的Evangelical 就是今天所谓的福音派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福音派 当时出来的 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工作 这也是后来才有可能 说六十年代 美国的信泛滥了 然后他七十年代 还能够Jesus revolution 怎么让大家可以有一个 有个共同的语言 就Evangelical 他说我们坚持圣经真理 我们可以回应时代 但是呢 我们不是像基要派这样的 就是只有圣经 你只有圣经 什么都读得出来的 而且慢慢的 慢慢的在发展 所以到后来 这些人耕耘了几十年 才有到了里根时代 Evangelical 成为一个重要的voting block 就我们从长度去 以前都是基督徒 都是这支保守派 没有这个时代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代 你知道美国在1980年之前 基督徒比较多支持的是哪个党 民主党 而且在卡特做总统的时候 对卡特过世了没有 我这没有关注新闻了 就是他已经进Hospice了 快了快了 对啊 这这他的 他的那个一定要做期节目 要预备好预备好 就是他90多岁 他在1976年去查 1976年他当他选总统的时候 那个叫Evangelical overwhelmingly support Jimmy Carter 这就是当 但是后来发现 不行不行 他自己是一个重生德 就是基督徒 这不行的 他自信的政策 那常常跟圣经对着来 那到了1980年 这些人就 Evangelical反水了 但是你说Ford是基督徒的吗 Ford也基督徒 Ford呀 Ford根据我读到的书 信仰对他不怎么产生影响 对 但是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他不会像卡特一样的 对 卡特在竞选的时候 特别强调 我是born again born again 而且他是Southern Baptist 美男竞技会的 我他经常挂在嘴边 我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 这一点上来说 他退休以后 他80年退休 他就回到乔治亚乡下的教会 他就一直在那个教会 他就一直做主日学老师 这个你想 这也值得学习 只不过他这些政策 那就是不堪一击 那就拜登可以跟他比了 但其实也不是话说 拜登的政策都比他强 你们还真 我就特别不讨人喜欢 咱们这成光的都是保守 当年卡特 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公认 那肯定是最差的 不anyway 这个扯远了点 这些都是有 就是各个时代有 他的这个时代特征 自由派 纪要派 这里头有个叫猴子审判的 我太太讲了一次 关于进化论 你想我们不接受进化论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 但是你要反对进化论 像猴子审判那样反对 那就是一个机要派的手段 那样基本上给带不来什么好处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今天可能可能这个发散了点 就是我们如果 希望借着选总统 选州长 或者借着政治选举 以至于基督徒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 就跟当年 机要派 机要派有一批人来从政以后 猴子审判 一样的效果 猴子审判的那个 那个律师就是要把 那个交进化论的老师 告到的那个律师是 曾经是副总统候选人 而那个让机要派的民生 一派涂地 就是一败涂地 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留意 反正成光学会的立场 这是很清楚的 我们不是要借着政治 来争取一个 给基督徒更好的环境 对 就是我们如果要坚持的话 就是坚持圣经价值观 然后圣经价值观 在这个时代 怎么样抵挡住各样的思潮 然后这个是最根本的 然后呢 到了你每个人 你要具体去投票的时候 那两 两害相权取其亲 对吧 这叫什么 两亿相权取其重 这个也是要做的 你不然你成为高高在上的 那你最后 你还是要去投票的 对吧 那在那个时候 你比一比 那也很容易比得出来 但是我们 不要回到当年那个时代 就是一个呢 就是基耀派 之所以没有 回应得了这个时代 因为他神学 神学没有给出答案 神学没有给出答案 你在社会上的 你用哲学 跟人家对不了话 你对不了话 你在各个领域都是失败 就是结结派对 结结派对 其实在那个时代 就是1920年代吧 那个从美国的大学 就开始急速的加速自由化 因为这些基督徒撤出了战场嘛 基耀派的人说我玩不了了 打不赢了我就跑了嘛 那为什么打不赢呢 为什么打不赢 就因为那个当时 你在神学上 你要有 你要有能够 这个solid 就是我开头提过 我们要要要 咱们一人做一份工作吧 咱 我的工作就是 大概讲讲故事就好 我就跟大家讲讲故事 我这个理论 我们再回忆一下 三权分立 那个是相当于补课 然后 那个补课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到底美国的立法 执法 那个司法 到底有哪些 那像这些呢 那一点都不不夸张的说 这是美国的高中生 都会知道的事情 就比如说德 德州有多少间地区法院呢 然后德州 要是地区法院告完了以后 这上述法题 你到哪去告去 对吧 你要到New Orange去 这些那就是一般人都知道 那我们是因为第一代移民嘛 对吧 我说实话 对美国的法律制度所知 还是有限的 但是也比大部分的第一代 移民要多一些 因为我们没 你也没什么机会 你会去到法庭上去嘛 对不对 好 我再问一下 你去过Calling County的那个 Court House吗 你都没去过 你去过 没啥 不做被告就行了嘛 你过缴罚单 缴罚单 缴罚单多半 你不需要去那个Court House 因为好些Civil Court的你可以去的 我在说的是在75号 那个高速边上一个巨大无比的楼 你去 如果你要做陪审团一定要去的 做Jurie肯定到那去 但是anyway 每个地每个County都有它的Court House 都非常值得去看 然后那里的大部分的那个判案子 你都可以坐坐在那听的 我在我住过的地方我都去过 但是都去过一次而已 没那么多闲工夫 对吧 但是很有意义的 那这些呢 你就等下说美国的这些公民呢 就是美国人吧 都这样长大的 他们就这么长大 所以他们多少知道一点 那有可能过去这一二十年 或者二三十年 这个公立教育 或者整个的来说教育水平 都就是不关注这些事情嘛 个人只要 反正现在这个信息也多 你 就是很多人就不关注 但是普遍来说 美国人对法治的这个认识 Rule of Law还是相当普遍的 所以你每次你看见 要是有公众人物被indict 我这个都是一个重大事情 如果是名人的话 这个就待会我在讲 实施的时候再讲一下 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可能补基本知识 那个其实不应该作为课程 但是呢我们最后结束在呢 是两国论 那这个两国论呢 一定是要有神学根基的嘛 所以目前呢 两国论呢 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宗里头 改革宗中文翻译成reformed 中文把reform 翻译成改革宗是有点 有点奇异的 对吧 因为有reform theology的不只是一个宗派 有长老会 其实路德中也算这个范围 还有进兴会里有一批人 就是改革宗进兴会 对吧 还有荷兰改革宗 但是呢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改革宗了 这没办法 除非我们能够再有一个更好的翻译 我们现有的就这么接受 在这个里头呢 那你看基本上路德和加尔文 他们虽然的实际操作不一样 但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呢 他们大概分两国呢 都是按照蜀士国度和蜀灵国度 对 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待会还是再解释一下 蜀灵国度 那对于路德来说呢 我们先这样 因为这个是一个概括嘛 如果不清楚的回去看第四课 其实第四课我是详细背了课的 什么样的两国论 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 神学家们要碰撞出来 我说的不是那些经验神学家 而是真的要把神学应用在教会 应用在今天这个时代 他们再继续的碰撞 我当然有我的倾向 我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咱姓傅嘛 对吧 肯定要支持傅勒姆嘛 对吧 傅瑞姆 后来看 那这是有原因的 但那一刻都讲过了 不过在路德和加尔文那个时代 路德呢 就干脆把这两个干脆分开了 他认为蜀士国度就是政府嘛 或者说国家 那蜀灵国度呢 是教会 在那个时代 这样分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时代 其实是教会权柄更大的时代 对吧 在天主教时代都政教合一 都是教皇说了 说了的事 你哪国皇帝 你也不敢反呢 但是到了路德那个时代 他认为这个就够了 他不想要让教会来 管国家 那样会带来很大的腐败 所以他把两个分开 这个我们第四个也讲了的 你把这两个分开 在那个时候没有问题 但在今天呢 就不行了 就容易造成国家把政府 国家把这个教会 因为你毕竟这个教会是一个institution嘛 是在万有之内的嘛 对吧 所以呢 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万有之手 又是教会之手 对吧 对不起 这样这样 这样话好了 这是教会 那你因为 你教会 作为一个有形的机构 你又在这个政府所管管辖之内 你要只是把他们这样的一分 那那必然就造成 造成今天这样的 就是就会就会起伏跌宕 这个你的神学就决定了方向 那这些都有很多细节的 这个我们毕竟不是两国论专家 但是我大概的图画还是画得出来 在这个情况下呢 即便如此 路德中的人 多半会强调 如果他们坚持住这个当年 就说你应该尽量不要管政治的事情 但他们在有一个方面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他是站得住的 因为教会不只是有形体 教会还是一个属于基督的身体 在这个方面 你就想一下中国的教会 你再怎么打呀 他也不可能剥夺他的权柄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只要你坚持住神的话语 你不要 不要 不要在传讲上帝话语 动摇 那这个方面也可以向主交账 这个做清楚了嘛 就两个方面 有一个方面就是 你教会的权柄实际上被政府给管住了 这个呢 按照路德当年的两国论 实行在今天是很难交账的 因为你必然就像就会被限制住嘛 但另外一个呢 他作为教会 他作为一个有机体 他在教会里的敬拜 传福音这个 他是可能交账的 其实这个我们都要警醒的 这个我就 我就大概讲到这个 有问题吗 三智教会呢 就是在神 对神的话语 就已经牺牲掉了 对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那些自由神学的 我在讲的路德教会 是那些坚持圣经 是上帝话语的这些教会 那些自由神学的 我们都就没办法了 那个真的没办法 那就不是我们 就不是一路冷 我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成光的听众 你要扩张自己的境界 你不能按照政治上 跟你投票一致的 然后才是你的兄弟 那你不就是用政治来管 来带领教会了吗 你其实我们就是不希望 为政治所带领嘛 对吧 可是我们画的界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教会 或者说愿意服务于教会 就是你就不能牺牲 对上帝话语的忠诚 The fidelity to the scripture 当你发现 当我去DC的时候 我发现 有些弟兄神明 他就在那个环境里头 他真没办法 他就不投共和党的票 你只要看他 是不是对神的话语忠诚 这个我们得要有这个 有这个度量 而且得学习一下 说让人家为什么就是坚持不肯 对不对 这个我待会如果咱有空 咱们举例子 好吧 但所以路德路德的这个两国论 在其实加尔文也是这样 但是加尔文他很有这个行政能力 就是他把这个日内瓦治理的好好的 虽然从其他自己一再的提过 他说我市议会开会 我不会去否决他的这个这个决定 但是他的权柄在那里 那他是很容易把他否掉的 所以日内瓦其实就是他在治理 对吧 所以很多人说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 那加尔文就是那教皇 那他们说的很不腐蚀 但他是有一定原因的 因为他虽然也把这个样的分 但是呢 教会比当时的日内瓦事议会影响大 所以就在无形中就反过来 把他包过去了 好 那这个这些 我觉得到了到了当代的两国论 已经有很大的突破了 那所以上次那个阿弗里提到过的 凡卓南吧 对吧 我写一下他的名字 我们其实上次也都简单提过 再次说你要有兴趣就看第四课 第四课 陈光的在两年前做的那个小视频呢 就已经过时了 我们的认知已经超过那个小视频了 我们的认知已经提到了第四课的水平了 就是前段时间 那可搞不好再过一年 咱认知又提高了一点 对不对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呢 我到现在还没读凡卓南的书 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概要 那他这个提出来的 也不能说他提出来 就是他因为他的那个书中写到 他就说有个普遍国度 这个哎呀 大家一看就说 这不都是很明显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但人家把它系统化的呈现出来了 旧书国度 好 为什么 比如凡卓南 他们我们没有把它回溯成凯博尔的那个那个时代 但是他们有联系是这样子 你如果分开你不分属色属灵 你分成普遍国度和旧属国度 这个你就画不了一个清晰的界限了 来 就好比你普遍恩典和旧属恩典 你在有些事情上画得清的 对吧 你一定要信耶稣 你才进得到他的光明国度 但是你平常生活 你再说你平常生活不会没事就想着 哎呀 这是普遍恩典的 才是特殊恩典的 你要这么生活都不有病吗 对吧 那不精神分裂了 对吧 但是就算你想要这样 你很多事情你也分不了那么清楚的 对吧 可是我们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 你都相信有普遍恩典 都相信有特殊恩典 对吧 特殊借着神的救赎所带来的恩典 而他把它弄成两国 两国的话呢 这个里头就可能产生不同的 这个两国论了 对吧 那这个图画大概大概有有问题吗 没有 好 这就是你就你就发现 哦 我这你知道你一旦这么想清楚了 你就 你还不叫想清楚 一旦就开始这么想 你会开始意识到 哦 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这么想 对不对 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以政党来画 画阵营了 你有我就算我有无数的理由 我认为我回到2020年 可能我投票也还是不变 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这个 不以政党化阵营 服气嘛 不服还得继续想 我也不想服这口气 但是呢 那 那 主代理我认识到了 不服也得服 这个这个在讲这个我们又回头不停的讲过去的事就没意思了 好 那我最后来讲一下今天有一个有个内容的哈 今天可能如果有必要就延长一点点 但是我这个下面这个内容 我让你们猜一下我要举一个人的例子 然后用这个人呢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来结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脉络啊 时代的脉搏吧是不是啊 做医生你这个脉搏你要要把握一下这个时代的脉搏不是啊 不是保守的自由之争 这个保守自由从来都在那里 就看你怎么定义保守了 是吧 所以我们做的那个英美保守主义第一期是什么样的保守主义 你保守什么 对吧 那中文这个词又不好用 然后人家那个穿衣服说去教会一定要长袖长裤啊 你穿的好保守啊 所以这个保守就可以这么用对吧 所以不是保守的自由之争 请大家真的要记得 虽然这个一直在那里我们也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最做的最好的最全面的是英美保守主义系列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 我接下来要讲一个人 我就让你们随便就一两个人猜一下吧 你最近你最关注的人是谁 你猜 我最关注的是ChattGPT的founder ChattGPT好 技术的进步 是的 是是是 这个这个我还是请你 得要请你来讲一下 不过我觉得GPT我讲一下我的想法 我这个呢 我还真去跟他聊了 哎呀那天晚上差点 差点就要 就要熬夜了 还真的好玩 真的好玩 哎呀我的那个还3.5呢 人家现在就4.0了 我的天哪 这个再不咱们再不更新一下就就就就跟不上了 确实好玩确实好玩 让他哎呀什么写诗啊 跟他讲这个 哎呀这个这有意思啊 那不用担心的是这样啊 又需要担心的是有些工作真的是做不了了 这个这个我记得20 我波士论文是05年写的吧 对05年的时候 那时候专门去A&M的那个图书馆 付人钱让他帮我改论文 改语法错误 这个工作肯定没有 铁定没了 你叫去GPT给你改一下 绝对改的比比比比他好 对吧 那里头的那些具体的内容要写好的地方 那只有我知道地方去那谁也不知道吧 你知道我们还有那个 比如说那个律师给给办绿卡要写的那些文章 他有些技术的内容本来就是你要你自己写的嘛 你你你找找这样的律师还不如找去GPT了 这些没有重复性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没了 而且呢你要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创意 就是说你听过很多人讲这个 所以写一个剧本就要起程转合就像有模板的 这种工作也没了将来一定也会没了 就是你拿模板一套就没了 你们干过这个事吗 我 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得出好的肯招等和差的肯招 差的肯招等就是1235 你就按照这个来 这样的工作再再过个几年我不知道多久啊 也没了因为你没有什么 你你我还有个我那个我跟我太太 这个在孩子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总开玩笑 我说这个医生太好做了吧 他反正上来就三样 你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发炎 你看没发炎 然后那你有没有过敏啊没过敏啊那一定是病毒 回去等七天就好了 反正每次都这样 我说这个医生也太好做了吧 这样的医生也没有工作了 对不对 但哎 有创意的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那就多了去了 各行各业都有 你这个如果是心脏手术 他这个遇到了困难 你不是三三板斧砍不了的 要要会谈的就一定是 我我我我们啊 我们见过的有得癌症的这个人 就是啊 因为当时San Antonio嘛 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center 就是专门做那种癌症药物的这个新药研制 卡特卡特用过的卡特总统用过的药 在那里当年都试过 然后我们有认识一个他他那一批人 他到了现在就只有一个人存活 他怎么存活呢 不这个是一个部分 就是他常常去跟他的医生 谈论治疗计划 计划治疗方案 这个ChairGPD做不了 不可能做得了 对吧 因为ChairGPD是基于普遍的大数据谈话 而这个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谈话 所以ChairGPD绝对满足不了 你们家这个另一半的需要 只有你们满足得了他的另一半的需要 这种工作那太有创意了对吧 还有好多了就有创造力的 你没有办法用模板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真用好 我就我现在时不时跟我们这孩子说 你去玩玩去ChairGPD别上瘾就行了 你就预备着就或者像30年前开始用Word文档 或者用Excel 这个还真不一定 不一定 GPD它训练不是基于大数据的语料的训练 它有一个 它是刚才学习那个逻辑 对 它是学习的更多逻辑 是吧 是 对对对 那你要不然你再形容一下 对对 你们懂行的再展开讲一下 它那个模型时的开门后 去接近人在对话上的逻辑 所以其实有一些creative的东西 你让它去设计它 它也可以做 如果我 因为我这个毕竟是自己玩火 然后听了几个视频而已 我真不懂它怎么弄的 但是我听过的是这样 它说就好比一个五岁的孩子 然后它有的无比丰富的知识 它为什么不用一岁的孩子呢 因为一岁孩子不会用逻辑思维嘛 三岁五岁的孩子开始有一跌 但是这个和人和像我们这些成人 还是远没法比的 对不对 是可以这样说吧 是吧 但是实际上我的理解 它还是基于数据 海量的数据来学习的 就是它是学习你的思考方式什么的 但是它并没有 我们讲说智能的学习 好像听说它现在考SAT都考得很高 然后中国高考也可以考得很高 是 所以这个呀 就是我以前没有这么想过 但是呢模模糊糊总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人的这个聪明有两种 一种就是它就靠着使读书就能学的了 对 使读书是有逻辑的 它还有一种呢 我以为以前叫做情商 也不能叫情商 也不能叫什么spiritualQ 就是有 另外有一种 就是那种有创造性的思维 目前应该是如果我的 就是全GPT 但是成长那么快 咱们保持学习 就那个 它是有一个天壤之别的 而最终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它 你说 最后的它那个 这个 按照这个 哲学逻辑的最后争论点 它能够提论在关于这个自由意志 对 是的 它是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东西 它虽然到一定的规律 就是产生那个结果 它就立刻它能自我产生一个意识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话 如果说别人打到我一下 那其实我可以有几种选择 我可以打回去 对吧 我可以选择 老手 对应该之差 我们就选择两个方式 但是机器它如果没有正义制的话 它是基于它的逻辑来判断的话 那么它可能某某种选择 但是未必会能够真正理解中选择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非常值得观察 那这些呢 因为我也不搞这个 你们要谁搞这行的呢 就一定要 要我教会里有搞这个的 我就叫他好好干这个 教会服事少点没事 这是你擅长的嘛 我只能说 我现在都记得十年前 得十年最多最多十年嘛 应该最多十年 我是13年开始读神学 对最多十年 但是上了没没没一两年 然后那个 那个 Bible Ethics 老师就说 他说 AI 将来如果要出来的话 那个时候 AI 都是干啥 什么人脸识别 那个跟这CIGB的不是一个来 根本不用提嘛 最重要是他给他写 写 Code 的人有什么 Ethics 因为你都是要有一套道德观在里头的 他怎么弄那个 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努力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努力着 现在基督徒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 对吧 但还没完呢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了 但是这个不是 我就不卖关注了 我跟其实太多好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挺兴奋的 但是哪的时候都能知道 对不对 好 来问 我 回到原来的问题 回到原来问题 对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 好 这个亲爱的GPT很可能贡献出来 但是我再给大家回忆 回忆一个是2011年 2011年 那个是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 但是呢 美国有一个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运动 你们你们想一想 就是当时其实是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反正吸引了很多眼睛 2011年 跟总统大选没关 对吧 对吧